中距離是有把握度的 沒錯 克拉目前上了三場比賽 馬上三分外線了 領航員的5比3 開局工程師領先 右邊的進入躲過了克拉 而且我們看到工程師他這兩次的三分 都是投得非常快 卡克這個球很隱蔽 雙方並沒有去切斷球線 加坑夾動作再送地板 籃底下領著沒有人看守 延續上場的優異表現 工程師一開始的陣地戰防守 防守右邊是一個空洞的機會 停在三分外線 玉瑞美亞 籃板球又被Washband給撿到左手撞擊 這是工程師小陣容比較遇上面 當你想要做變化防守 像剛剛想要deny掉的時候 順勢後門克拉就傳進去了 克拉的測移能力相當不錯 Washband來一個中距離 手的拉桿的出手絕對是關鍵 嗯 好 欸 柏朗得分了 一個翻身在進區的外圍拿兩分 可是像洋將來到台灣 不知道他需不需要去調時差 或者說體能啊 小白進去繞一圈之後呢 就是 拔起來三分就進來了 哇 克拉上到火鍋 不過Washband在籃下撿了個便宜 轉身 面對艾夫摩壞翼 這個拉太高了 欸 球又來到他手上 再撞進去兩分有 哇 看到克拉自己也很洩氣啊 應該要拉非常好 不會說切入馬上就遇到Double Team 或是包夾 哇 有一個這麼能得分的人 事情就變得很簡單了 你就是停在那邊啊 鎮壓 能夠加場 不要太容易被過 哎 說到這邊這兩分的加康是 Lay-up 有了 對不對 國豪的騷擾式防守 再交出去 來 終於來了一個三分球 他必須要跳出來了 地板上 撿起來 加康 還好啊 這個球差點發生失誤 還好 塔克反應快 想辦法要再... 所以... 剛上來 還沒有進入狀況啊 球直接被塔克偷走 沒錯 李家棠 有一個外線 三分 所以艾夫伯有沒有在場上 打我的啊 好 艾夫伯發生了失誤 接下來我們的前五遊 看這個比龍龍 所以... 這對林漢元來說 也算是一個比較新的陣容 好 俊翔來了一個N1 手感真的太差了 對 這個球被操到 籃底下輕鬆放棄的是波朗 也切入比較沒有方向上的改變 要把握 終於 調整一下 對 還是盧俊翔會高滿多的 所以這個失誤還能夠承受 朱俊翔在底線的出手 來一個三分 這段期間很關鍵 對 再由塔克來主持這次的進攻 切入到進去的拉甘友 塔克要增加出手啊 朱俊翔操到 現在難攻的原因是因為 楊恩這邊就是把Washburn翻來一下 把球 張正陽 野民手快把球遞給了Washburn 下了十九分 塔克 兩個轉移 到了目前手感 這一趟盧俊翔的手上 哇 對 這才結束第三節 但是現在已經回到十分差距 安藤尼塔克 塞進去Washburn 佔據了有力的位置 本來第一時間 Washburn被包夾 好 最後交到塔克老師的手上 低高的弧度 他的能力應該是要能夠直接拔起來 沒錯 一度讓我懷疑說 這個比賽是不是有隔著一個網子 對 好 Brown現在回到場上 李俊翔一回來之後 手感還是不錯 就可能結束 好 先把這個球抄到 小薇可以抠頭了 他想太多了 李俊翔的前路上完得分 兩球把握一球 大概比賽就差不多定跳了 吳俊翔的球差一點 好 藍底下 Washburn直接扣進 好 過了得分 Washburn就比較難了 好 這個轉身 Washburn先拿下兩分 好 好 這球愛福福發生失誤 69 晃過之後兩分拿下 吳俊翔今天22分 好 工程師只要不要發生失誤 所以工程師只要分數打高 基本上他們都有贏球的希望 今年的第三勝 他們的得分 也是超過了90分 最終 在對方不攻擊的情況之下 就是以90成功 會不會 好 是 好 好 好 來 好 解釋